大家好,今天来探讨牡丹叶子的画法 从嫩叶开始,藤黄加花青,笔尖调腌脂,粘笔为一组 注意颜色的深浅渐变 正面的没有画出透视变化 腌制椒末,勾叶脉 肩钩主脉,再勾侧脉 中锋用笔 钉头鼠尾的勾法 牡丹正面三叉九顶的结构 这边是1,2,3,4,5,6,7,8,9个顶 实际绘画当中,我们把九片叶子简化成三片 这是一个腐式的角度 现在画的比较简单 具体在绘画当中,可以根据它的角度 不同的变化,深浅,小,形态 因为我们这是写意化 它不要求跟实际的一模一样 表达它的特征就可以 下面画仰式的效果 先分三个叉 9片简化成三片 先勾出主脉 然后有苏密的侧脉 这样就有装饰性 今天画的比较简单 主要体现角度 第三种画出平式的效果 还是分成三个叉 勾出主脉 这里有遮挡关系 把液镜加强一点 特曼有苏密变化 平式效果图完成 今天分享的这 谢谢大家